美国当局又被迫回到停战谈判上 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美国一些好战分子的支持下 仍然叫嚣反对任何妥协 鉴于南朝鲜方缺乏诚意 加上联合国军在上甘岭战役和西线登陆战役中受到重创 短期内兵力不足 我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彻底击溃南朝鲜和联合国军的军事力量 统一朝鲜半岛 经研究决定 我军首先从敌人防线最突前的金城一线作为突破口 收复金城 拉直金城以南的战线 为将来的全面进攻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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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